哎呀,你轮转你,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这么好的?那买多个分享给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我是袁大明 我们很高兴今天又能和大家在网上 《香港出路》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谈一下 面对香港一些问题 这个《香港出路》网上电头的节目目的呢 就是希望为香港寻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就不是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一下政府 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都不好 大家发誓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罗笼去密 提出一些具体一点的解决方案 以及建议我们每个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就简单来说,如果你是当事人 负责人,你有些什么做得呢 你会怎样处理那个问题 好了,其实这个星期来 香港就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我们都尽量在抽几样东西大家谈一下 今晚跟我做这个一仔讨论 就是有George Ho,和金永然 我们这三位希望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最近发生的香港的事情 好了,最近的销委会测试了 香港和澳门有28个鱿鱼丝的样本 他就发现他们含有铁箱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都没有什么例外 大部分都是已经超标很厉害的 可以这样说是不安全的 如果你长期吃,就会慢性中毒 其实长期吃,就是一个星期吃两包 相信大家有吃鱿鱼丝的习惯 包括我自己在内 很多时候我们看电影 我们便买回到鱿鱼丝 摇摇摇摇摇 这个是真的 好像香香的,香口的 又不是太大声 吃的那些鱿鱼丝 就多挖了,多挖了 人家旁边听都不是太好的 吃鱿鱼丝就慢慢地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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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做了这些测试 接着就把这个报告给了食物安全中心 叫他看看,我们看到这些东西 食物安全中心好像每次都没什么反应 直到消委会就向传媒公布这个调查结果 接着食物安全中心又出来说 他说不是,我们的估计方法根本是没什么超标的 于是传媒就说,到底谁信得呢? 两个都是政府机构,到底信谁好呢? 其实背后是反映了很多东西 大家可能看看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 两个机构不同的检查方法 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他前天开了一个联合记者会 是 和消委会总干事 那位女士和食物安全中心的总监一起开 他说两个没有冲突的 是没有冲突的 一个就是为消费者 陈述这些产品的含量 因为食物安全中心就是执法的 他说所以没有冲突的 为什么没有冲突呢? 一个执法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他这样说 消费者说这个不安全 那食物安全中心呢? 他说执法 不是,他说没有冲突的意思 那是执法 我们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看 所以两个报告 可能就是 就是那个报告给了食物安全中心 他们认为没有冲突 就是他要这样去 去 可能去 去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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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明显 其实是 大家这个标准是 大家是检查到 某某个成份 某某个分量 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资料 你说 食物安全中心说 不是的 我认为是安全的 唯一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标准问题 是不是? 他们认为 某个成份的含量 已经是危险了 那食物安全中心认为 这样的含量 不是危险的 应该是对的 即是说 他说没有冲突的意思 我自己理解 可能他说 我消费会 就告诉你们 里面有些什么 而食物安全中心 就要跟法例做事 法例是什么呢? 即是法例的定义 不过 哪个法例呢? 经过哪个法例呢? 我不知道 消费者委员会的准则 很明显 可能是世界卫生组织 或者是香港现时的法例 他一定有一个含量的水平 那什么叫安全 什么叫不安全 一定是有一群所谓的专家 定到某一个含量的水平 他公布 就是含身 身即是披霜 含这件事 但他没有说 消费会也没有说 有多高多低 是在食物安全中心里说的 不不不 有 他说 鱿鱼或者鱼类的食品 鱿鱼或者鱼类的食品 每公斤的含身 不应该超过十个毫克 或者六个毫克的规定 即是鱿鱼不应该超过十个毫克 鱿鱼不应该超过十个毫克 而鱼不应该六个毫克 这一定是一个香港的标准 但如果这样 食物安全中心已经可以执法了 如果他是通过的话 即是 上次他开记者会 他就说是有些难度 因为他说那些 就是这些鱿鱼丝 和那些干货 就是那些 含披霜那些 他就是这样向传媒解释 他说 他们 他们没有经验过这件事 他们食物安全中心 在干货里面发现披霜 他就这样解释 他没有去验过 不是 他说第一次这样去 遇到这些干货里面有披霜 即是他第一次把这个问题说出来 这个不代表什么 很多是第一次 问题就是出了这个矛盾 其实我告诉你 你看到背后的争论 其实背后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清晰 很明显 事实就是大部分这些食物 鱿鱼丝也好 鱼类的食物 基本上含披霜 可以这样说 大部分都是超标的 还有防腐剂 好了 问题就是这样 如果既然是这样 既然这个是不安全 那就不可以售卖 不可以食用 那就是说 这些鱿鱼丝 是根本 就是鱿鱼丝 这类的食物 根本是在市面上不应该出现 是不可以买 要禁 食物的安全中心 他就说 你没有了这些食物 你怎么算好呢 你突然间有这样的标准 而事实上 污染程度 普遍都是这样污染的 那好了 如果你要执行这个标准 那这些食物 在香港就不可以再吃这些食物了 period 这个鱿鱼丝根本就没有了 好了 那其实他要怎么兜回来呢 他兜回来的手法 通常就说 这个标准 就是不应该用这个标准的 这个标准 可能就要调高一些 好了 好了 那就是说 如果你要用这个标准 鱿鱼丝就是禁品 鱿鱼丝是毒物 是根本没有人吃得 全香港全香港没得卖 OK 那在实行上很难的 你根本没有鱿鱼吃 没有鱿鱼吃 这个是很难搞的 好了 那变成了 他们会将这个标准 提高 其实全世界 很多很多食物安全的标准 其实真真正正 它成立这个标准的水平 是根据什么呢 是根据它在製造过程里面 是做不做得到的 如果它在製造过程里面 一定是有某个水平的污染 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时候 那这个呢 它就将这个标准 就切在那个定位那里 如果不然 根本就是这个食物 就消失在这个地球 那之后 我们经常见到 外面的所有安全的标准 其实不是代表它真的安全的 只不过呢 在这个食物制造过程呢 是无可避免的了 一定有这样呢 那于是乎呢 我就说呢 这个就叫安全标准了 那其实由这个案例呢 我们香港人应该看到呢 其实很多食物的所谓安全的标准呢 其实不是代表它真正安全 只不过呢 它是在一个实用上呢 它一定要这样定 如果不是这样定 这个食物就根本就不存在了 George有些什么 我呢 就是 我回到香港两年而已 加拿大就很少见到这些东西的 就是说 一个官方机构说这样 另一个说那样 就是 等到那些居民无所适从 我记得呢 就是 加拿大 就是对一些鱼类的管制 都是很严的 那些水银 尤其是 因为曾经有一些土主 那些土人呢 他们吃那些河里面的 湖里面的鱼 吃到有水后病 即是日本式的那些水银中毒 那之后呢 那些水银的标准呢 就弄得很严 就是严到怎么样呢 就是 日本人 说可以吃的 他就不准吃了 就是有些鱼呢 就可以运到日本卖的 但是本地呢 就不能卖的 就是 令到是这么严的 是的 好了 但是呢 就是 从来呢 加拿大人呢 尤其是华裔呢 都不理这些东西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那些东西呢 自己做来吃的 就好像你说 哦 鱼鱼呢 什麽什麽 就去超级市场 买几块鱼回来 自己 吃咯 刚才我就做过一个试验 就去那些街市 买两块鱼鱼 曬干了那些 曬干了那些 那就洗干净它 放在自己的小焗炉那里焗 几分钟 有时烤夜吃 不是有时烤夜吃 我都 我都买几个小焗炉 几分钟 就已经是 做到很好吃 好香了 每一只鱼鱼只不过是五鱼鱼 那 如果是 即是 我如果是真的长期 住在香港的话 又怕那样的时候 那 那就有空就 整顶些鱼鱼丝 你看电视 看电视 看电视 那时候就 在银子里面 拿一堆包着拿去吃咯 简单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 不用 不用做这么多东西的 你不是可以自己控鱼鱼丝 你根本是鱼鱼都没得出现 是啊 有些鱼鱼 干鱼鱼 都不可以 干鱼鱼 干鱼鱼是 他没有人查过 不是 这个就是说干鱼鱼 即是他 他说要 准备过那些 就是 George说在街市买的 一斤一斤的 曬干那些 曬干那些 没准备过 即是 根本是一块 有些石灰 有些石灰 你回去洗了石灰 然后才能做 Anyway 他现在说的是 鱼鱼丝样本 很明显鱼丝哪些 鱼丝是由鱼製造出来的 他不是说 防护剂加进去 他只不说 现在的 水域的污染 这些砒箱的水 是在了 没得避免的 其实这反映了一件事 刚才George你提及 加拿大很少遇到这些 官方两个机构 是讲矛盾的事情 很明显就是这样 消费者当时做了这样的测试之后 他都未考虑过 即是未考虑过 他背后的 implication 如果你这样公布出来之后 基本上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 目前的所有的鱼鱼 都是不能吃的 即是这样的现实 我相信加拿大就是 一这么多人帮助 就全管了 现在香港就 待会有消委会 待会有其他部门 都有权管的时候 是否变成 各有各做事 整成这样的情况 其实消委会 其实是没有法律的 执行那些权利 其实我觉得很多消费者委员会 不同的组织 有很多是民间组织 Consumer Union 已经有很多年了 已经出了很多 他有他的月刊 但这个不是政府的机构 是民间自己做 有些人就出市 买他的杂志 去看看这些产品的比较 只不过香港的消费者委员 就是我们纳税人给钱 大概百分之九十多 纳税人出钱 不过我就觉得 我回到香港两年 我觉得是 那些东西很便宜 有毒 因为他成本这么便宜 有时候很难避免 有时候是 加拿大那些 是很清潔 很清潔 不过很贵的 不难得很贵 我相信贵不贵呢 我相信 这些同一个鱿鱼 去到加拿大贵 不贵 这些就会贵 但就算普通食物 加拿大那些是贵过香港 最少两三倍的 就算香蕉那些 都是贵两三倍的 不是 我从这件事 我会看整个城民问题 譬如有时候 在讨论区 看香港人 每个人都说 每个人都不能吃 不行 其实 你稍为 在坊间 现在越来越多 那些书 揭露食品工业 那些 那些 那些问题 根本 如果销委会要做 就真的 每个人都不能吃 是啊 那 那 其实 那个标准制定 根本就是 很多这些 这样的 强大的 这些势力 去定的 是吧 他想要定高一点 就可以了 其实如果你要说 安全一点 那些人 哎呀 为什么政府不做事 政府不做事 有时候 用香港骂一下 香港市民都挺蠢的 就是你经常靠政府 政府是什么 你背后 立那些法例 他全部都要那些业界通过 喂 你不要那么严谣啊 大哥 是不是 你试下 你试下 做那些一盒盒的 做到靓靓仔仔 正如周绍翔 前几天 又写一篇文 讲食品 这些问题 是不是 你做到靓靓仔仔 全部用了 輻射来杀菌 用强力 超过 如果你人去照射 那些东西 那么强力的复射 来照射那些食品 如果你去吃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是什么呢 那个法例 就是 定到 宽松度很高 因为它定到法例 那时候 还未有那种科技 Iradiation 是很新的东西 那 Iradiation 有什么效果 根本没有人研究过 很多人就说 可能生病 但是没有人证实到 那些製造商 又说我要省钱 那时候 我用这种方法 你又说 那 没有人吃过有事 又没有法例 那时候 你又管不了新科技 他定了法例 那时候 没有这种科技 那这样灰色地带 那便可以出来 很多东西 这是一个 在外国都有很多 争论的课题 我觉得在这件事反映一件事 刚才甘德提及 其实很多这些所谓的标准 过去一直是 那个就工业能够处理的能力 就是说如果它的制度过程 是小不免一定会有这样的污染 譬如像以前有些化妆品 它是有些落的成分 你知道我们很多不锈钢的那些仪器 是有落的有Chromium的 所以制度过程难免一定会有少少污染 通常他们制造这些所谓的上限 通常是根据在制作过程里面 是无可避免的它都叫做安全的了 这个是一个很无意之间 透露了这个背后的问题 消费者委员会可能不知道订责 他用他某个标准就说了些东西出来 知道了那怎么收呢 收不了了 我问你怎么会收呢 食物安全中心一定会说 这个标准是太过严谨了 应该的标准是定到某个程度 令到这些有问题的食物 完全都可以过关了 这个一定的收场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安全标准 其实都是这样的 和安全性是未必一定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我前两天开过记者会 他就说我们还没有法例去 那个法例不适用于这些食物 干的食物 干的食物在里面有这样的胚箱呢 他不知道怎么定个份量 在干的食物里面 他这样回责 我相信他认为那个胚箱 他能够报导出来 你干的食物里面有胚箱 那胚箱某个含量 你没有食物多少 总之胚箱某个含量里面是不安全的 不是的 他用这些这样的说法 他食物安全就说 是呀 过了就算了 他就用这个 就不是用Dr.你说 那安不安全吗 那吃胚箱安不安全吗 他说没有这些 他说这个法例不适用于这些这么干的 因为他没有了水 他说你那个胚箱 没有水的成分会不会 有水和没有水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 他说有关系的 你米都没有水 你面都没有水 那里面有毒氧的 没那么聪明的 你知道当生日 他就这样耍了你 我们的电台一向都认为 太过多法例 用于依靠法例是不行的 没错 就是要common sense的 个个都要 我们很强调 其实很多人类的问题 都是这些无谓的法例 是搞出来的 真正的要解决的很多问题 都是可以讲教育 就是欺骗的行为 不可以拿法律阻止的 欺骗的行为 是只能够用教育来减少 还有你就算说定 现在市民就是这样 为什么你政府不监管呢 你看这么危险的食物 现在各样都有 是不是 蔬菜又是 绿色和命开了 蔬菜你看看几倍农药 要通过个法例才可以 监管蔬菜的农药 不咬咬都会有 如果没有法例 根本都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一向的食物安全 我叫Food Adulteration Act 在任何common law 一向都有 全世界都有 所以你不用这么多余 就做一些新的法例 只不过你执行这个法例 不安全的东西 如果是没有这个法例存在 那些人说什么 怎么会说 没有安全的食物标准的法例 根本提都不用提 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安全 什么叫不安全 法例一向都在 这些法例在common law里面 是很久的历史的了 只不过我们没有人很好的执行 问题在那里 就不要千万 又加多条法例 又加多条法例 那背后呢 很多的背后问题呢 那些人当时想象不到 是会很快就会出现的了 令到香港这个所谓的 自由那个社会 这个美语 就很快就没有了 那香港人是更加难以翻身 我还记得 先一阵的美国那些菠菜 受到染污 吃到很多人都肚饿 是 死亡 那现在什么了之 我都没有了夏文 又找不到是哪一个 美国的法例够严厉害吧 他的监管够严厉害吧 我告诉你 鱿鱼丝一定是不得了之的 那些猫狗粮 吃到神衰竭 然后整整一下 蚕了大陆 大陆入口的原料 有化学污染了 总之一定要找人蚕的 我想总结一下 最主要就是说 就算市民常常在说 政府要监管的嘛 这些食物你看一下 怎样都不能买 政府要把关的嘛 那把关是怎样的呢 有了这些法例的啦 是不是 再通过 算了 再通过这些法例 你认识的法例 认识到 认识到 认识到含量很高 那又怎样呢 不是没有的 你不要以为是没有的 就是有的嘛 你说回 刚才美国菠菜那件事 如果你的菠菜 你煮熟了吃就没事的啦 但是 美国人偏偏要生吃的 将菠菜 但是已经是发现了有问题的 它还是要生吃的 那是没办法的 那那是某一批的菠菜 不是 已经发现了有很 就是很久 整理菠菜这个问题 整理菠菜 有些只是写明了 有些只是写明了 整理菠菜才糟糕的 因为它有很多东西 它不能用的嘛 是啊 你一发光又行不行 那么菠菜 当时它含了什么 是天然的菠菜 好像是E.coli 就是泥酸汗菌 E.coli 就不是一个问题 你一煮就没事的 各个人的肠里面都有 你身体口看都有很多 有些人吃了 就不得太大量 那时候就饿了 其实呢 什么是大量不大量呢 是你每个人的体质 老弱那些 也未必一定是老弱的 例如181919年的流感 死伤的人是年轻力壮的 不是老和幼的 就是很有趣的 我们的医疗背后 很多的问题 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说 你的身体弱的老人家 就会多病 未必 当时死的人 是年轻力壮的人 死得多 过老人家和小孩 可能没有antibody 那些 不是antibody 在医疗上 你身体有这种感染的能力 那你就会感染到 例如很多细菠菜的病 细菠菜会感染到 大人照着他都不会的 就是这样的原因 OK 好 Doctor 不如我们 准备讲讲讲题 可能会比较长 不然我们休息一会 好吗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 去大自然里面 除了鞋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 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了 接地器产品 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接着来 其实我们想讲这个 这个这样的过题 其实我们某个程度上 我以前都提及过的 我想大家可能都有人 都听闻的 有些人说 2012年 世界就有一个很大转变了 那怎么转变呢 有些人说 可能一个世界毫日的时间 原来 市面有些在很多这方面的书识已经讲了 原来我们看到 在很多古延历里面 譬如Mayan的calendar 或者古埃及那些延历里面 他们很多时候 他们一直是 就是 历法到2012年 就没有再继续讲下去了 就是好像 这个 在这个时刻 这个世界就中断了 就是那些万年历 是不是 不是 古文明的历法 那些历法 他会继续讲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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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但在2012年 有几个下 像古埃及那个 Mayan的calendar 马亚文化 马亚文化 那些 在2012年 就中断了 所以很多人 已经预测到 很可能 到2012年 这个世界会有大的改变 这个改变将会怎么样呢 好 起码我们已经看到 我们地球暖化 很多人都预测到灾难性的问题会很快出现 譬如我们在最近的报纸也有提及 泰国有些专家说泰国十五年之内 曼谷水浸会没有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泰国玩游微南河的时候 你看看岸边的水位真的很少 我想看了大概两三尺左右 香港的海岸似乎都有十尺多 一般眨眼看一看都没有那么快升得到 我也有很多预测地球气候的改变 很多东西都改变的 最近阿金说在新闻看到有些关于蜜蜂的发生了什么 前几天新闻说 外国新闻或香港新闻 外国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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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有线先说的 有线新闻台说的 在美洲自从去年11月开始 蜜蜂离期少了九成 九成 九成 有些人又解释 在这个现象 在欧洲也是这样 少了八成多至九成 欧洲 整个欧洲 整个欧洲 都是这样 都是有这样的事件 有些人会说 这是蜜蜂蜂蜂蜜 我想说是杜航 蜜蜂的洞行 有些专家说 这个是手机的辐射 影响到蜜蜂的洞行 令他迷路 返不到去巢穴 中途全死掉了 這是現在的解釋,有些專家的解釋 其實這個問題,我聽到這個令我聯想起 我們去年,Dr.我不是跟你回去外母鄉下那裏 那裏真的是農村,他的親戚都有養蜜蜂 我們去到他家裏,他上面也有一些養蜜蜂的箱 全部都兇了,我就問,為什麼最近沒有蜜蜂 因為每一年,我外母回去,他會帶幾支真正的蜜蜂 下面那些白色的,全部都是白色的 蜜蜂蜂蜂蜂 它有這些蜜蜂蜜,不是液體黄色那種,是白色的 全部下面下面那種是白色的 真的要用羹掏掉,不是會倒出來 那 就沒有了,近一年 即是去年開始沒有了 他們都觀察到這個現象 他們突然走了,突然沒有了 不知道去了哪裡 亦都是這樣 有人說過中國沒有,不是的 原來不是的 他們的樣子,即是個體戶就是這樣 都沒有了 如果想知道是否因為手機 他們去一些落後國家看看是否這樣 還有很多地方是未有手機那些 那麼強烈的輻射 看看他們那裡是否這樣 一般我們見到一些仰風地方 通常都是離開城市的 但都是有手機的 如果是大陸就 你說紹興那裡 我們見到 其實紹興那個農場的地方 其實離開城市不是太遠 你看到的 如果坐車是15分鐘左右去回城市 但是一般的農場 通常都不在我的城市附近 所以我覺得手機那方面 應該不會那麼普遍 就是那個輻射 或者電磁長波 應該不會那麼濃 如果你說上年已經開始有這個現象 我們應該的蜜糖的產量 例如說你少了九成 八成 蜜糖應該少了很多 是啊,他們那些蜜蜂場 他們說損失慘重 那我們現在的蜜糖 那些蜜糖的產量 那些大多數都是假的 是唐漿來的,做過的 已經做過測試 那些是唐漿來的 那市委會也知道這件事情 說明是純蜜糖 而其實是假的 不是純蜜糖,是唐漿來的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八分之九十都是 混了其他 加些花粉 他把糖膠加些花粉 是不一樣的 禮物糖加些花粉 就是 我外母的親戚 給我來的那些 就真的是純 成瓶都是他自己 真的 還有一些腳 有些翼的 那些 那個問題 就不是說沒有了蜜糖吃 或者蜜糖買貴了 一本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他提及 他是愛因斯坦 對嗎? 是愛因斯坦 他說如果我們地球上沒有了蜜蜂 人類就在四年裡面會毀滅 熬不到 熬不到 熬不到不是因為沒有蜜糖吃 不過四年之內 人又會想到可以補救 不是,你整個生態 蜜蜂的環節是很重要的 因為蜜蜂是幫我們的植物播種的 我們很多植物的繁殖 要靠這些昆蟲 因為他說 新聞都有提及 沒有蜜蜂 在美國或歐洲的農作物會損失很嚴重 失收得很嚴重 引致到糧食短缺 很多是很嚴重的 又符合我們2012年 四五年的時間 其實很多的跡象都指向那裡 到底這個情況是怎樣發生呢 當然 你說是否發射台 或者我們手機的問題 其實還有一件事 這件事呢 在那個 好像Saintiff American 在中文版 起碼上演 我已經看到一篇文章 其實我們地球的電磁場 是正在轉的 通常歷來 我們電磁場 南北極都差不多 幾萬年之後 就會轉了轉 南極變北極 北極變南極 是這樣的 那當然 那最近呢 原來發現 這個地球的轉 那個磁場轉 似乎 就快會出現了 不是我們以為 很多千年 或者很多萬年之後 才會出現的 那這個 在那一份 好像Saintiff American 我看過中文 大陸中文版 很明顯已經翻譯了 年紀之前已經講了 科學家已經留意到這個現象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也解釋到 因為當這個電磁場一變 那當然 那很多地球上的那個飛磅 或者昆蟲 要靠這個電磁場 做那個那個導航 就失去了 那當然 這個這個的改變 就當然不只是北美洲 那我相信呢 那個南美洲那方面 或者紐西蘭 紐西蘭很多的蜜糖 是不是 澳洲 其實都會有影響 那我們不知道報告有沒有說 就是那個 那個紐西蘭 都是出現這個 這個問題 那好了 最近呢 我收到一份資料 就大概都是 我幾個月前收過一次 那前兩天又收到 那原來呢 那原來呢 蘇聯有一個科學家 他有一些是那些 是地質學家 或者那個 那個 那個 他研究 星球 那個大家互相的關係 那一個 一個 一個物理學方面 也是一個宇宙 宇宙學方面 原來他發現呢 根本在最近 這些數年來呢 我們那個 星球之間呢 是出現很多的改變 令到呢 那個 太陽的黑點啊 或者某一些的 我們那個 我們地球附近的那些 那些星球呢 那個 那個表面的現象呢 是改得很厲害的 那就是說呢 這個呢 也都可能解釋到 我們那個地球呢 現在那個地球暖化 其中一個 一個因素 就不只是我們那個 二氧化碳的 那個釋放率的 那麼他也都解釋到 直接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南北極會這樣轉 好了 我們知道呢 我們用那個電腦 其實電腦 都是一個 一個電磁場的 你知道嗎 就是 一與零之間的 一個 一個 一個記憶來的 好了 如果我們要 要毀滅我們那些 電磁場的 那些記憶來呢 通常用一個 強烈的攝石之下 就會沒有了 那譬如我們的 地鐵飛 很多時候 那些人不小心 那些有磁石的 那些 手袋 那些 手袋 就沒有了 那其實有人這樣 預測呢 到時候 將我們的 那個 南北極一轉 那個電磁場 一轉 我們那個人 可能那個記憶 就沒有了 那麼很多生物呢 在這方面 會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是否代表世界毫日呢 那麼 地球這個暖化這個問題 已經加速了很多 很多的改變 那麼我們香港最近 今次的農力伸延呢 嚴初一呢 是我們有史以來最熱的 大家都清楚這個情況的了 那麼 而我們也都知道 我們那個 石油那個 儲備呢 其實大概都四十幾年就完了 那麼 我們那個 那個煤礦那方面呢 大概都是 九年一百年了 那麼我們知道呢 就是以 印度和中國這樣的經濟發展呢 我們會很快 是將這個儲備用完 那麼有人這樣說 有些樂觀的人這樣說 不要緊的了 到時有人想到計劃的了 我們找到解決方案了 那麼我也都聽過有人這樣說呢 他說這些石油的儲備呢 根本就不是那麼少的 那麼也都有人說 及呢 有些蘇聯的科學家的這個理論 這個這樣的研究報告 他說根本呢 我們那個石油出現呢 不是說我們植物 是一個受地壓 埋藏了下去 經過很多千千萬萬元壓出來的 其實有另外一個機制 是導致這些這樣的石油 製造這些石油的 所以那個隕藏量可能還有很多的 好了 就算我們當作這個真的 石油量是 不是我們過去的一般的估計呢 還有四五十年就完結了 是可能還有很多無窮盡的話 但是始終呢 我們地球暖化 這個問題繼續出現呢 其實都會令到地球 是變成一個 就是會變得不可收拾 好了 那麼到底2012年呢 是不是真的世界末日呢 如果真的世界末日的時候呢 我們會 就是 是不是要 就是我們會怎樣去面對這個問題呢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世界末日 但是剛剛做了那一集 鏗窗集呢 就連續講 講日本的 就是對於那個 現在那個氣候改變 比較暖化 因為呢 日本人呢 對於氣候呢 他們很敏感的 尤其 尤其 尤其今年呢 他們的櫻花呢 不是 就是 就是 初初又說 會提早 然後突然 就下場大雪 那麼 又退遲 那麼 那個氣象高 就要出來道歉 他們 那 就是 他們原來對氣候的敏感度 也都 就是日本人很 很敏感 當然要應當這個節日 是有時間性的 是不是 就是 原來日本人已經 就是 已經在做很多事情 他們都 就是 對於這些氣候啊 這些改變啊 他們都盡量做很多 做很多 就是 剛剛過了一集 就 怎樣去 增加那個 綠化 綠化面啊 這樣 那麼 下一集 就會講那些能源的問題 之類 那麼 我們都聽 聽聞過 就是那個 美國太空署 NASA 也都有科學家 已經說了 其實還有12個月左右 就是那個問題 就很 就是會 會 會走殺出來的 那麼大家都會開始 就會 要是恐慌 要是大家謀求解決 大家都開始要 要醒覺 那麼 我覺得某程度上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就是我們看到 多方面地球的改變 其實很多時候 你都看著是自己 在毀滅自己的 就是一個 可能很快出現的問題 其實 其實如果 聽眾啊 就是看過 就是 戈爾做 就是 那套 絕望真相 是啊 我想你看完 你都 你都不會 說無動於衷 你都會 哇 大哥 就是南北極這樣 用法20呎 是啊 那20呎 就是 它是 突然的 會 是 那 香港的地產 就沒有了 香港的 填海區那些 那些貴的地產 就玩完了 整個上海都沒有了 整個上海都沒有了 就是 我 記憶上 就是 曾經讀過 Pole Ship 就是南北極 突然轉軸 就是南北極變成 在一個尺度那裡 那尺度就 去了南北極那裡 這個情況 其實 有人研究過 已經出現了幾次 不是一次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就 研究那些 而且是很突然的 不是說 很久的 可能是 幾個禮拜 那個Pole 突然間轉變 因為他們研究那些 場墓 那些場墓 那些場墓 他們死的時候 就是一列一列死的 就是在一個方向 因為他們 一起死 突然間 一起死 在吃東西 所以認為 這個Pole Ship 就是 在很短時間裡發生的 而且他們 很多時候 有些 挖到一些 很先進的 工業產品 整個骷髏頭 是有水晶 用水晶做的 Carbondation 就說 是很遠古 很遠古的 有人說 利靠上 曾經出現過 很高度的文明 已經幾次了 我們其實都是 高度文明 一路 進化在高度文明 那裡 到了 某個階段的時候 這個高度文明 就不能夠再次 那時候 就會滅亡 Pole Ship 是其中一個 滅亡的方法 但是 我相信 2012年 這個預測 我相信 就不是Pole Ship 這個預測 為什麼呢 因為 我找回那些資料來看 這個 做這個預測的人 他是根據 馬雅文化 那個calendar來做的 Main Factor 他這本書 他發得大 這個人 他是很年輕 只不過是47歲 他是一個 墨西哥籍的美國人 他在墨西哥出生 但是在美國長大 他說 他自己說 自己從小 已經是對墨西哥的文化 很嚮往 他不斷在用自己的時間 以及用美國的圖書館 去研究墨西哥的馬雅民族 為什麼會無端端失蹤呢 因為馬雅民族是很奇怪的 他又沒有奢侖 又沒有金屬 但是他們很多數學上的東西 是很先進的 他研究了很久之後 他又拿過calendar來看 認為他們的calendar 其中有一個factor 叫做galactic synchronization 這個比較難解釋 例如我們把兩塊鏡 平衡地放的時候 有時候 你把一盞羊竹放在中間的時候 你的羊竹因為互相反映的時候 變成很多很多盞羊竹 就是infinite的 數量不可以數 他認為馬雅文化裡的calendar 根據這些高級想像力 製造出來的 他認為我們人類完全是馬雅文化這些人的後裔 他們這班人是外星人 有很多人類的 就是他們的方法 他們把DNA射到處去射 射完這裏之後 射到那裏 射在那裏 就可以射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可以后一个星球突然去到另一个星球 他们说突然间消失了 因为他们走了 他说过两次 有一次他说1987年他们会回来 那一年很多人走去山上 纽约的Central Park 迎接他们回来 在富士山上也有一大群日本人 那时我不在香港 温哥华也很自由 有一群人在Growse Mountain 在滑雪拍摄 后来当然没有回事 他说可能未到时间 但他再预测 因为他将这些东西 全部用数学来证明了 但没有人看得懂 没有人家这个解释 好了 下一次应该是2012年10月 有一天 他们就会回来的了 他们回来的 他就将我们的DNA DNA里面 他们留下了最优良的部分 就会感动 到时 就不是世界每日 是人类的大转变 每天都有很良好的思想 很良好的身体 所以 这个不是一个坏的预测 但是 从一个中国人 我自己是中国人 那个观点来看 我觉得 中国人从来没有讲世界每日 你看看中国文化里面 就是说推背图 推背图最后就是说 全世界大家是很公平的 好了 好了 讲世界每日 讲得最多的 就是耶稣教的人 因为圣经说对 最后的审判 耶稣会再回来的时候 所有的死人都要回生 然后又会审判 你什么什么那些 那些有落地獄 你什么什么那些 那些有上天堂 好了 这样的情况 支配了很多人的思想很久 是 是 怎样 我就不敢折评 但是呢 我记得 我妈 小时候说 你比心里读书 你不是 你大了 就做乞丐了 因为我不懂 我不懂 为什么要读书 但是我很怕做乞丐 所以 她就拼命读书 但是 我又觉得 我自从小时候 一开始成熟之后 我觉得 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 中国文化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地方 譬如好像 我们不讲鬼鬼神神的东西 譬如有时候孔子 我们以瑜伽学说 敬鬼神而远之 我们不用理鬼或者神 总之 我们做好我们自己本分的东西 今世里面 我们生存在世界上 做好我们的本分 做一个君子 君子坦荡荡 小人唱戚戚 不要做小人 人人都是做君子的时候 就是世界大同 而且很多时候 中国人 尤其是在历史方面 对死是 不会有很大的恐惧 而且很多时候 你看看文鲜祥的正义歌 他说 顶国金如意 你要用些油锅炸 我说 真好 好比吃糖 求之波得 为什么 因为 因为被你杀了之后 我就会成仁取义 孔若成仁 孔若取义 言其而易尽 我又有人有意 我死得多好 我死是好的事 如果我不死 就回来 臭名怨破 投降给元朝 好了 很多时候 很多情况 我们看回中国历史 就觉得 很多人 他特意想去死 他好像文鲜祥 他说我一定要死 你杀了我 我很想你杀了我 你看回历史 汪精伟 他年轻的时候 抗清 被清廷捉了 慈禧太后 在电视上见到他 看了他很久 汪精伟 即席有了一首诗 他说 引刀为一块 不负少年头 你杀了我 慈禧太后 看了他很久 他不杀他 你放了他 好了 好 好 他不用死了 但汪精伟 是做了汉奸 偉秋万年 他当时死了 被汪精伟 一刀杀了 他就会抽筋 另外一个 抽筋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看中国历史 我就觉得 我只是很为自己的文化 所以我认为 讲世界每日 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一种说法 其实大部分人 就认为 我们到时有一个转捩点 有很多资料都显示 例如大家想想 你说我们人 是由一个低等的细胞 动物慢慢爬重 变成一个人 其实这个进化论 其实有很多疑点 最简单的疑点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很多动物 例如狗 狗 在进化里面 有些很大的狗 有些很小的狗 有些黑白狗 有些老虎狗 其实很不同 就算是猴子也好 有些是红毛猴 有些是长臂猴 有些是大猩猩 有些是黑猩猩 为什么我们人的进化里面 只有一种人出现 除了我们的膚色之外 其实大致上都很相似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种说法 其实我们的人 是外星人 是来帮忙的 就是播了一些种 给我们的 令到我们的人 进化得更快 好了 很多资料 已经显示 外星人 近年频频 来到探訪地球 原来他们主要是我们开始爆炸 第一个原子弹的时候 惊动了外星人 因为外星人 基本上大部分时间 都是语言看着我们 就是看着我们慢慢转化 从中帮我们的手 走来帮我们的手 或者是放一些讯息 就是他们的科技能够 可以影响我们的思路 给一些所谓的灵感 令到我们有很多突破性的资料 寄出来 其实他们一直看着我们 为什么突然之间要开始出现 就是他们发现 当我们人类有这样的原子弹的武器 它有机会影响我们的星球 那个关系 大家星球星球之间 就是可能会引起 原来不必要的战争 意思是他觉得 就要看紧一点 自从40年代 原子弹爆了之后 其实很多外星人 不断地来看着我们 好了 其实有一种说法 2012年 其实我们的人类 一个另外的提升点 过去 譬如我们叫做Atlantis的消灭 或者Mayan这个民族突然之下 就像刚才George提及 其实有一批人 就被提升了 上海去星球另外一个境界 他们一个很高层面的境界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人类 你当我们是二三千年 有记作的历史 我最近在《思愁之路》 看到我们原来 古时的古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接着铜器 我们看一直一直我们的转变 我们很明显 在我们这一代 我们短短那几十年里面 我们地球上所出现的新的发明物 新的科技 新的思维 是有人类史上 从所未见过那麽多的 即是说 有一种说法 其实我们的人类 是现在提升了 起码以前我们有奴役制度 有君王的制度 要你死就死 你想想 当时人们的生活 是这样的环境 今时今日大部份的地球 都尽量争取一个公平的民主 人人平等 这样的概念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人类 在某一个意识上 是一直在提升 进化 但我们都知道 我们过去的古文化 往往是受制于 我们所能够用到的能源 是影响我们生不生存的 过去很多古文化 之所以死亡 就是当它能够用到的能源 即是用尽的时候 它的文化就消灭了 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危机 就是当我们如果 我们依赖的石油 是到四十多年圆的时候 那我们的文化就会消灭了 好了 但有一种说法 其实我们地球的人 争来争去争什么 其实都是由能源的缺乏 来控制我们 整个贫富遇说的问题 都是能源的缺乏 谁掌管能源 就谁有财富 没有能源的人 就会穷了 好了 有一种说法 其实我们地球上 外星人有科技 能够令到我们 去抽取无穷尽的能源 如果这个科技 出现在我们地球里面 如果我们善用这个能源 如果我们好像不善用它 拿这个能源来毁灭我们 那我就死定了 死定了 无穷尽的能源来毁灭地球 就很快就 比链鱼蛋 轻轻蛋更多很多倍 但是如果我们的意识 提升到某个地步 我们开始认识到 我们是可以共存的 我们是有足够的资源 有足够的能源 可以处理 大家可以为一个 一个升平的社会 并且很多古文化都提及 其实在预测到 将来我们很快 就进入这个境界的时候 那你事实上 如果我们有免费的能源 出现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很多地球的问题 很多所谓的贫富遗传问题 其实是很容易解决了 所以一种说法 2012年 不是一个世界末日 而是一个 是我们人类的很大的转捩点 那是不是呢 如果是呢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呢 其实呢 Dr.你刚才所谓的那些 就无动养偶 那在《绝望真相》 就是后半段呢 那郭二就说 就是 我们有新的科技 出现 不是 我们有新的科技出现 但是我们用旧的思想去 去用这些 就是 他就去举例 比如 战争 以前 以前 就是用斧头砍 有限度而已 糟了 但是现在去到原子弹 但是你用旧思想 用旧思想那种 战争法则来搞 就很快就完蛋了 那 如果你用旧思想 用那些旧的工具 就 有限而已 是不是 而且 他就是强调 比如 你用旧思想去 你用铲 只是铲过一部分 那也是有限而已 但是如果你有新的技术 那个产力大到成的 产力车那些 那么厉害的呢 那破坏会很大 就是 思想追不到 我们人类的进化 思想进化 追不到技术的进化 就是我们大家的共识和联系 大家做不到 我们的科技会委员我们 所以我们香港出路前几个月 就讲这个问题 讲全球暖化 就已经 其实 我们已经有这些 这样的 free energy 这些 但是 如果我们人类的思想 我们的转化 追不到 就真的 很大的危险 就是 比个小朋友 玩支枪 不是支枪 玩个链子弹 玩链子弹 所以 这是一个重心 就是 如果我们意识 那个形态 我们的爱心 善心 想不通 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危险的言论 但是 如果我们了解到 其实我们很多很多问题 都是我们的能源短缺 或者受人控制 而导致我们很多地球上的贫富遇殊 如果我们有一个免费的能源 其实很多的问题 是很快就可以解决得到 我自己说的 就是 如果我们看历史的时候 我们发觉 历史不断重复而已 就是 好像刚才 金说的 就是 一向都打仗 以前就是 用拳头打 现在是 用武之弹打 那 如果 是 我们看 就是现在 在发生我们周围的事的时候 完全没有改变 人类一样是有贪 真 痴 你看公寓心 就是 那个争产事件 就是 这些东西 是不断重复的 完全没有改变过的 总之一大块钱的时候有人争 从来不会 因为有些大块钱 把它化为教育 什么事都没有 他一早是把这个 看得通的时候 把他捐到一个教育基金的时候 什么事都没有 多大 其实 从另一个角度看 其实都挺刺激的 我觉得 其实我们有行在这个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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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 一个转类点 一个很特别的时刻 就是 灭亡 或者进化 就是 看这几个 其实 我曾经所强调 如果你要了解 其实很多很多的 所谓的 争执 大家要 争争遗产 其实我们经常以为 这个地球的资源 不够 我们永远是有一个 需要 而这个需要是 我们地球上的资源 是供应不到 而我们的需要 是无穷尽 但是 如果你想想 如果我们是一个 免费能源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什么 都可以做得到 当时我们可以 试用 比如很多 环保意识的问题 好像循环作用 很多时候我们不做 因为 它的代价很大 就是我们需要的能源 来到将很多转化 是会很荒贵的 经济上不合化 所以我们不做 但是 如果当我们有个 免费能源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人可以做得到 就是 不会有人穷的 不会有人没得吃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就是 我们不用争 什么好争 什么都大家都有 以前这些人 喝井水的时候 井水是没有穷的 一样是争 争个井 一样是争 不是 那是要挖的 不是无穷准的 你很辛苦去挖的 不不不 你欠哪个 哪个拿口 一样是争 一样是争 为何要争 因为只有几个井 不是有些 有些 有些 你要人去挖 同样 你要慢慢拿上来 他的锤子一直不断涌出来 不是 不是的 你没有看过 有部电影 好像张艺荣牟帕 叫做老井 你有时挖 不是一定挖到的 挖十个 可能只有一个 那九个 那怎么办 真的太努力 因为水不够 为何动物要争水 因为水不够 如果当时有一个无穷众的能源 将海水可以变淡水 是完全没有什么代价之下 做得到的时候 那没有水不够 海洋那么大 怎样做不到 如果大家这样想 其实可能是一个好时刻 当然 如果我们要把持不定 将这样的能量无穷 尽能量用在地方 那地球的人当然会毁灭 即是完全无法 即是进化不了 即是过不了 是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时刻 那2012年就快到了 那你看到很多改变 我都看得到 不过 好像刚才我说 1987年他也预测过一次 不过就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是的 我觉得这几年很明显 无论气候 还有你看一下 如果你敏感一点 譬如好像 大陆的经济 是前所未有那么强劲 人家的思想下最快的 最强劲 即是 真是担心的 即是今天 今天 呃 呃 呃 做事的方法 经济都快 即是地球玩完 都快 不是 你看见大陆这样 你真是害怕的 真的 大家有机会去大陆 你看到 一般的城市 一般地方 污染 简直是全世界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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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在1990年代 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起飛 發達得很快 到九零年代泡沫一爆 他們就立刻停了 所以我想大陸的經濟應該 就算他們有前居之鑑 但因為經濟巨能力這麼大 經濟比較難控制 而且貪污這麼嚴重 很可能就像日本那樣 因為當時日本的經濟泡沫爆破 跟貪污有很大關係 因為那時是接民黨和財閥勾結 那股票為什麼會想得這麼嚴重 就是接民黨告訴財閥 你買股票 你賺到的時候 就可以拿到利潤 你賺到多少錢給我 虧了的話 政府就保證給你 後來就好像被一個美國記者拋爆 拋爆之後 日本的股民 就把股票拋售了 最重要的是 現在經濟這麼過熱 你看到每一個人都想買一部車 還有能源的消耗 已經快要超越美國了 他都不夠能源到處去找 去非洲 去俄羅斯 這些是超限制的 我不是只看經濟增長 最主要是整個人類前途 真是看大陸那裏 現在很多都 大陸那裏真是很快玩完 你真的看得到的 到它的需求突然間增加 那麼緊要的時候 價錢會高 它們不會提供到的 還有呢 水已經不夠了 Dolta 你去絲綢之路那邊 你有沒有看到些什麼 這個問題大家都可以看到 將來我們的資源方面 不是石油不夠 還可以說我們的水越來越少 我們靠大部分的水 過去都是處於山上的冰川 當這個冰川的水 即是冰溶溶的時候 溶得很快 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方法 是閘著它 它會流到大海 所以你看到現在 其實很多國家都知道 好像美國 是差不多全世界最多 這些所謂的水壩 那些地方 它已經知道將水 是要閘著 不要讓它流盡 現在中國大陸都在建 但是我們知道 大陸的山峰那些水 很多時候要流到 其他鄰近的國家 譬如越南 柬埔寨 泰國 如果我們中國將水源 在上流截了之後 下面那些沒有水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將來大家要爭的自然資源 除了我們空氣污染問題 大家正在忍受 其實除了我們的石油可能沒有 能源開始要乾乾 要找其他再生的能源 還可以是水 其實有些澳洲說 澳洲地大脈搏 然後多些人都不要緊 但是澳洲根本是很乾旱的 是不夠水的 所以根本是人口不可以支持得好 所以如果你說 在上流一閘 打仗 我記得有一閘 不知道 就是 CBS 做的 一個水資源 那些 就是說 在上流閘 或者中東那裡 真的打仗 你閘我 中國也很打 其實戰爭不斷都在 我覺得 大家都為爭一些所謂 海有的資源 當我有一天 我們是有免費的能源出現了 基本上大家有機會 有時候電視媒介都看到 有很多人 是能夠將瓶水來到行車的 將瓶水是經過有一個 他們發明的方法 將水分解維養和氫液 這種燃料 只有一杯水 這樣就行成一輛車 我們在很多電視節目 例如60分鐘慈善 都是訪問過 我知道在澳洲 有位工程師 Mr.Brown 我在十多年前 我看過一些文章 我也認識到澳洲人 看到他駕駛這輛車 是拿水來發動 我就很驕傲 身為加拿大人 因為 加拿大一早已經研究了這件事很久 發明了用Hydrogen 來行車 來發電 來做發電機 那些發電機是充電 可以攜帶的 可惜價錢太貴 那時John Christian 當總理的時候 大力拿去中國推銷 他說大量製造發電機 全中國 你擺到那裡 就哪裏有電 其實你這個科技 我也聽過 Hydrogen cell 但其實是不行的 我剛才所說過的是用水 很簡單的 它有一個Catholic Catholic 就化了出來 是和你剛才所說的Hydrogen cell 是差得天同地 即是燃料電池 你所說的是養燃料電池 和我們現在拿水來行車 是一個很大的不同 當然這個科技 有些人說 這個時候不可以出現 出現的時候 這個地球的經濟會大大的受到干擾 整個經濟可能會破裂 是否這個原因 令到這個科技走不了出來呢 到我們的地球 即是到某個地步 石油真的沒有的時候 那這個科技 是否一定要出現呢 我覺得 很多的東西 我們會在我們的有新 即未來這四五年 應該可以看到 我有聽過 我們在北美的時候 有很多人說 其實代替石油的科技 早出現了很久 但是那些 起床公司 石油公司 將那些新範圍全部買了 他又不發展 但是他買了 放在一邊 是 即是讓他用完他自己的投資 即投資回籠了 由他自己 然後投資下去 由他賺回一些錢 是 OK 好了 我們今天的時間 都過了些了 我們希望下個星期 就和大家再一起談談 OK 好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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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